第五波疫情试药 公立医院不升负荷 养和医院星期六公布 会维持24小时的门诊服务 诊治轻症的确诊者 舒缓公立医院的压力 也会加强家庭医学的视罪回诊服务 和配合送药服务 支援在家抗疫的确诊市民 和紧密接触者 另外 养和在今个月初 完成两名转介至医工局 癌症病人的紧急手术 稍后会等当局 作进一步的安排 接收更多不同类型的病人 例如产科分娩 心血管病等等